从远处看,好像是一堆堆的垃圾 但是这是生意 这个坦桑尼亚的塑料废物收集站 是这个老人的生计所在 达类斯萨拉姆这个地区的居民 过去以回收塑料为生 现在却受到中国商人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热衷于 从外地收买塑料呢 我们到了一个中国商人拥有 坦桑尼亚人经营的中型收集站 回收业过去为当地低下层提供基本收入来源 但是让外国商人加入市场 当地商户认为生活将越来越艰难